Hello, 大家好, 我叫Henmy, I'm for視光師 日日用電腦電話的你應該會聽過藍光 藍光甚至乎會傷眼 究竟我們需不需要戴一副防藍光鏡片呢? 其實藍光是可見光的一種 有好的藍光, 亦有壞的藍光 好的藍光是可以幫助我們調節生理時鐘 幫助我們集中和睡眠的 藍光亦可以在幽暗的環境上提高視力 壞藍光是常見在LED的電子產品上 即是電腦、電話 壞藍光是屬於短波長、高能量的光線 短波長的藍光可以在眼睛中進行嚴重的散射 會影響我們看東西不太Sharp 會容易刺眼、看東西容易累 高能量的藍光亦會容易氧化我們的眼睛 比較有機會導致白內障 甚至黃斑的退化 現在市面上有五花八門的防藍光產品 例如有不同的鏡片 甚至乎有些Screen Filter 究竟用什麼產品可以針對性阻隔藍光呢? 有時間我們下回分解 我們下回來了